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石榴很多朋友都喜欢吃 味道酸酸甜甜的,非常可口 而且里面的营养成分也比较丰富 可是石榴外面的石榴皮 大家有关注过吗? 是不是都随手丢弃了? 告诉你来得及的赶紧捡回来 又一块石榴皮相当于任意块钱了 可惜了 下面快一起来看看石榴皮的妙用吧 在那之前,大家包石榴的时候 如果没有包好 是不是会弄得满手都是汁水 而且还损坏到里面的石榴子呢? 其实石榴上面有一个小机关 我们用勺子轻轻一敲 石榴子就能够自动脱落 一分钟能剥一大盘呢 我们拿一把水果刀过来 在石榴的头部划一个正方形 尽量宽大一些 石榴皮是比较薄的 所以我们在划的时候 不要太用力了 以免损坏到里面的骨肉 划好之后 我们把中间的这个石榴头给取出来 这样我们就能够清楚的看到里面的纹路 我们准确找到纹路 然后用水果刀 沿着石榴上面的纹路 把石榴皮给划开 这个纹路是石榴中间的一层薄膜 沿着划开就可以准确的 把石榴分为几个小块啦 就这样慢慢的一次划完 就像这样 再拌开 果实就完全的包肉在外面了 接下来就简单啦 我们把石榴像这样都扣在手心上 然后用一个勺子 放勺都可以 在背面不停的敲打石榴皮 这样石榴子就很轻松的 全部脱落在盘中啦 很简单吧 不到一分钟 石榴子就全部脱落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 剩下个别比较顽固的这种 我们也是用手随便抠下来就可以 这样的石榴子用勺子大扣大扣吃 实在是太过瘾了 一边追剧一边吃 想想都美 再也不用怕扣得满手都是 记得收藏起来哦 那么剩下的石榴皮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它在我们生活当中 还有一些很不错的用途 石榴皮可以说比石榴都还值钱 它的这些作用厉害又实用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具体了解一下吧 用土衣 对于冰箱里面的杂物 哪家看了都得摇摇头 冰箱里面放置的食物比较多 容易串位 产生一些异味 滋生一些细菌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清洗干净的石榴皮 放到冰箱里面 石榴皮里面含有多分化合物 这种成分能够抑制细菌的繁殖 同时还可以减入细菌的吸附力 这样不但可以去除冰箱里面的异味 还可以减少里面的细菌 这样异味也会相对减少 就不用每天想着该怎么去除冰箱异味了 第二个用途 家里经常有蟑螂出没 就会令人非常头疼 我们就可以把16瓶 放到蟑螂经常出没的地方 这样能够起到驱赶蟑螂的作用 16瓶里面含有柔制气味 而这种气味也是蟑螂非常讨厌的 蟑螂一闻到这种气味 立马就会躲得远远的 所以在蟑螂经常出没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多放上两桶16瓶 这样时间长了 自然而然也就没有了 那要驱赶蟑螂的要钱 是不是就省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分享第三个用途 我们是用剪刀把16瓶全部剪小一些 可以尽量碎小一些 这样会更容易软化 接下来我们把16瓶买进花图里 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欧肺料 就成了化肺 还有改良土质的作用 对花卉的生长发育有很大的好处 促使长势更加旺盛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是发酵了酵花 把16瓶剪碎了 再倒入一个蜜蜂的瓶子里 加入清水 放在阳台上自然发酵 发酵之后 里面会含有植物生长所需的多种有机质和营养元素 焦花后肥消会更加持久 大家可以试试 接下来我们把16瓶用清水打湿 放上一勺食盐 我们像这样把16瓶搓洗干净 16瓶上会有灰尘 杂质 食盐是成颗粒状的 就可以有效的把这些灰尘全部搓洗掉 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杀菌作用 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把食盐洗掉 然后一样的 我们用剪汁把16瓶剪成小一点的块 装入杯子里边 随后我们加入适量的冰糖 综合一下里边的色味 再加入清水 激发出16瓶的营养 这就是天安的营养成分 16瓶搭配冰糖泡水之后 会有一股浓郁的清香味道 整体来说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这也是16瓶的另外一个重要用途 这几点经常喝点 还可以缓解缓解秋燥 没想到吃剩的16瓶 还有这么多妙用吧 下至16瓶可别再丢掉了 好好利用起来吧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您帮我点个小爱心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关注我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